台北松山機場規定排班計程車排氣量 只要1450cc以上就可以 但隨著松機航班增加 不少旅客帶著大件的行李 小汽汽車車根本就不夠載 也引發了民怨 為了解決旅行 行李裝不下的問題 民航局著手修法 明定2020 2月起 松山機場排班計程車馬力將變大 排氣量必須達到1750cc以上 才能載客 另外高雄 香港機場 日前也將同步跟進